第2 大圣圆满法 地藏 观音 文书 普贤 大圣佛法的修学次第是以四大菩萨做代表 第一位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 第二位是普陀山的观音菩萨 第三位是五台山的文书菩萨 第四位是峨门山的普贤菩萨 用四大菩萨来代表整个的佛法 地是大地 大地生长五谷 杂粮 养活我们 我们离开大地就不能生存 地下的资源宝藏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满足 所以佛就用大地比喻我们的新地 我们的新地是真正的大圆满 本来具足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般若 乃至无量的吉祥 无量的福德 因此佛所说一切经论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 不但一切经都是大圆满 甚至于每一部经字字都是大圆满 诸位什么时候能看出这个 那才知道奇未无穷啊 地藏经主要是给我们讲 入佛门最初的修学方法就是孝亲尊师 佛陀教育是师道 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不孝顺父母怎么会尊重师长呢 不尊重师长不肯听老师的话 老师再有学问再有能力 也没有办法传授给他 所以尊师重道才能成就学业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 孝道就是大圆满的大根大本 一切圆满从这里开始 再将大圆满扩展提升 我们孝亲尊师将孝敬发扬光大 孝敬一切众生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一切平等 孝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这就是观音法门了 所以观音是地藏的发扬光大 没有地藏哪来的观音 就好像盖楼房一样 没有第一层楼 哪有第二层呢 观音是地藏的发扬光大 称为大慈大悲 孝慈不能感情用事 一定要一直在理智的基础上 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得到正面的好处 所以第三位菩萨就是文殊菩萨 他代表智慧 而普贤菩萨代表实践 将孝 敬 慈悲 智慧 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从早到晚 对人 对事 对物 能够从心所欲 都不违背这个原则 就是普贤菩萨 谁是普贤呢 人人都是普贤 普贤法门是圆满的法门 所以华言经说 不修普贤行 就不能圆成佛道 为什么呢 因为普贤是心心大圆满 愿愿大圆满 行行大圆满 如果这当中没有真实的智慧 普贤菩萨的大圆就不能圆满 四大菩萨表现此意 代表大圆圆满的佛法 所以要从地藏学习孝敬 进而学习观音的大词 文书的大志 普贤的大愿大行 佛法修学五大科目 第一 三福 佛说法是非常活泼的 是因人失教而没有定法的 佛的教法 无论他怎么说法 都离不开大圆满 换句话说 全是从自信中流露出来的 因此法门是真正的平等 就如同华言经上讲的主伴圆容 也就是一个为主 其他一切都是伴 如果我们以本师释迦摩尼佛为主 一切诸佛就是伴 以毗卢遮纳为主 释迦摩尼佛就是伴 以阿弥陀佛为主 佛的经典佛的经典也是如此 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 华言法华经都是伴 这才看到他真正平等 真正的自在无碍 然后我们才能够谈教学的纲礼 在佛门中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是赞叹这个法门是第一 说这个法门第一 并不显示其他法门就是第二 这点诸位一定要弄清楚 才不至于犯过失 犯什么过失呢 自赞毁他 这就犯了大戒是错误的 在修学纲领上 向观无量寿佛经的缘起中说 唯提西夫人 家庭遭了很大的变故 对于人间疾苦 才真正体会到 这才要求释迦摩尼佛说 这个世界太苦了 实在没意思 有没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更清凉的世界 没有造恶的世界 我希望往生到那里 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 就把师方诸佛的世界 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 让他自己去观察选择 他实在也不负 释迦摩尼佛的期望 他选中了西方极乐世界 要求释迦摩尼佛 教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 佛在没有说明方法之前 叫他先修三种敬业 并且告诉他 这三种敬业 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使我们明了三世一切诸佛 也就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修行正果 都要依照这三福为基础 这就好像我们盖楼房一样 无论盖多高 盖什么样式 地基都是一样的 敬业三福就是佛法共同的基础 一定要从这个基础上建立 才能够成就一切佛法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人天福 敬业三福 第一是 一共十一句 我们在经中看到 佛常称呼 善男子 善女人 什么叫善呢 善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要具足这三种敬业 十一句都做到了 才是大圣经上 所称的善男子 善女人 可见他的标准很高 如果是小圣经 那只具备前两条就够了 而如果是人道 天道里面的善男子 善女人 只需具足前面一条就够了 今天我们讲 地藏经是大圣佛法 无量寿经也是大圣佛法 所称的善男子 善女人 三福十一句都要做到啊 若是有一句做不到 就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了 我们读经 想想自己是善男子善女人吗 佛说法 无论是讲基本的修学方法 还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理 字字句句都与大圆满相应 也就是说 都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 法法都是大圆满 这三福十一句也是字字圆满 我们看第一句 孝样父母 这个孝字是会议字 我们要体会这个字的意义 它上面是老 下面是子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 西方人父子是二不是一 所以有代沟 这不是孝道 孝是没有代沟的 过去还有过去 未来还有未来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无始无终本是一体 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数穷三计 横辩十方 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孝字 尽虚空变法界 就是一个孝字 但是什么人能够把孝道 做得圆圆满满的呢 只有诸佛如来 如果不成佛 孝字怎么做 也做不到大圆满 孝样 孝样 孝之理性 样之行德 不但是奉养父母的身 还必须知道养父母的心 养父母的志向 戒经说 一切男子 是我父 一切女人 是我母 这是把孝顺父母的心 发扬光大 尽虚空 变法界 就是一个孝道 所以 大圣佛法 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佛法是师道 是以孝道为基础 没有孝道 就谈不上师道了 一个人 如果是不孝敬父母 而会恭敬老师 这在理上 是讲不过去的 这种情形 必然是别有企图 所谓存心巴结老师 一定是不怀好意 孝顺父母 又尊重老师 才是理所当然 人人应该如此 而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 才知道佛菩萨 中国古圣先贤 教导我们的就是孝道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佛门的孝经 唯有孝敬 才能开发我们自信无尽的宝藏 孝敬是信德 唯有信德 才能开发自信 因此 在这三种敬业里 他排在第一句 是根本的根基 是非常的重要 中国人敬祖先 祖先离开我们很远很远 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 我们逢年过节 还要纪念他 为什么要纪念呢 诸位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晓得纪念的意义了 因为 他跟我们是一体的 没有风格的 一心真诚的纪念 就是自信的一念相应 我们远远祖都念念不忘 眼前的父母 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呢 远祖都还念念不忘的人 一定会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的人 就会尊敬师长 这是性德之大用 假如有人不尊敬师长 不听老师的话 不好好的学 父母就操心了 那就是不孝 再者 兄弟要和睦 若是不和睦 使父母忧虑 也是不孝 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一定奉公守法 不使父母担忧 不让父母牵挂 这也是孝顺 所以孝道 确实是性德的究竟圆满 佛教导我们 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尊敬老师 佛是我们最早的老师 三千年前创始的老师 我们连这位老师都尊敬 都念念不忘 眼前的老师 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供奉佛像 不是把他当作神明来看待 而是把他看作现前 是反本报使 是报恩的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 佛弟子要供佛像 要供祖先 他有非常深远 广博的教育意义在其中 让我们看到祖宗的神位 看到佛菩萨形象 就想到孝敬 孝亲尊师 佛法在《地藏经》上大圆满之后 接着就讲慈悲 三福孝亲尊师之后 接着是慈悲 从这里我们就晓得 慈悲是性德 是非常重要的一门科目 孝敬扩大就是慈悲 而慈悲第一就是不杀 用意很深 如果不熟读《地藏经》 要是不把《地藏经》参透 你对于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 就没有办法理解 真正参透了才晓得 一切恶业中 杀业最重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有生命的众生 没有一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没有一个不贪生怕死 虽然杀生是渊渊相报 但是当他受果报的时候 他是不会想到 我前世杀他 今天我应该被他杀害 前生我吃他的肉 今生我的肉也应该供养他 如果能这样想 业债长青那就没事了 假如他不是这么想 怀恨在心 好 你杀我 我来生一定还要杀你 这样渊源相报 就没完没了了 而且仇恨必定会越积越深 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所以讲慈悲 慈悲包括的面是无限的身广 佛特别提出这一件事来 换句话说 杀生就是不敬老师 不孝父母 因为老师 佛教给我们五条根本界 第一条就是不杀生 我们今天还在杀生 违背老师的教训 就是不敬老师 不敬老师也就是不孝父母 因为父母希望我们听老师的话 依照老师的教训去奉行 今天不听老师的话 去杀害众生 不但失去了慈悲心 孝敬也都丧失了 这个意义是很深很深的 大家要细细地去体会 最后面一句是 修十善业 十善业是世间善法的标准 佛告诉我们 能够修之十种善业 决定不剁三恶道 上品的十善业能够升天 如果再加上禅定 四无量心 也就是慈悲喜舍 那就升到很高的天界了 如色界天无色界天 十善 佛将它归纳为三大类 身口意 身业有三种 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是对在家同修们说的 如果是出家 那就改成不淫欲 要把贪爱断得干净 如果银心没有断 无论修任何法门 功夫善行修得再好 定力再深 也只能升欲戒天 欲戒有六层天 越往上 情欲越淡 由此可知 真正修禅 得禅定的人 即使是得到出禅 也就是世间禅 他的定功 就能把淫念幅度 绝对不起作用 而财色 明石 税 这五欲的念头 也都不会升起 虽然没有断根 但是因为禅定的功夫 而扶住这些妄念 不使他升起来 如此才有资格 升到出禅天以上 晓得了这个事实 就知道 参禅得定 是不容易的 你去参禅 要认真地想想 财 色 明 实 税 这五欲还动不动心呢 如果动心 除禅天 就没有份 真正不动心了 禅定 才能成就 所以 学禅的人很多 得禅定的人不多 得小定 也就是未到定的 或许有 真正得禅定 升色界天的人 人就不多了 偷盗 是不欲取 譬如说 有人投机取巧 想漏一点税 而漏税 是偷盗 是偷国家的 所犯的罪 就更重了 偷一个人的 将来只还 一个人的债 偷国家的 这个国家 有这么多的 老百姓纳税 人人都是债主 美国有两亿人口 两亿人都是债主 这还得了 还不清啊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一定是奉公守法 绝对不敢投机取巧 所以说 不犯道戒 不犯淫戒 不犯杀戒 这叫做 深夜清静 口夜有四种 口是指言语 有四种善法 第一 不妄语 妄语是存心欺骗人 也就是不诚实 第二 不两舌 两舌是挑拨是非 在假面前说 已说你的不是 在乙面前说 假呀 说你的不是 这是斗乱两头 挑拨是非 无论是有意无意 都犯两舌 我们这个社会 有很多人在 无意当中挑拨是非 所以 有的时候传话 越传越讹 把意思传达错误了 本来人家没这个意思 他在传话中 任意添加增减语句 就把人家的原意全都弄颠倒了 这是很大的过失 小者是两个人失和 大者是两国交战 这种过失很重 绝对不能够疏忽 第三 恶口 恶口就是说话没有分寸 没有礼貌 很粗鲁 使人听了之后很难受 第四 奇语 奇语是花言巧语 说得非常好听 可是用意不善 像现在社会上许多电影 歌舞 音乐 听起来很好听 看起来也不饿 想想这些在教人什么呢 都是教人 造沙 盗 淫 忘 凡是这一类的 都是属于其余 所以 口 要离这四种恶业 口业就清静了 第三 是异业 就是指起心动念 所有的念头 归纳为三大类 不贪 不撑 不吃 贪 是贪爱 包括吝啬 所以常讲 牵贪 欲望没有满足 莫不拼命在希求 希望得到满足 这是贪心 已经得到的不能放下 不肯施舍帮助别人 这叫吝啬 是为牵令 这是修学最大的障碍 佛教导我们 用不失的方法 消除千贪的障碍 有些老同修 对释法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他不贪了 这是很难得的 可是他贪佛法 这也想学 那也想学 诸位想想 他的贪心 还是没有断 佛是教我们 要断贪心 不是教我们 更换贪的对象 从前贪世间法 现在贪佛法 贪心还是在 这是错误的 这是绝对不正确的 所以佛法 试法都不能贪爱 贪爱是一切罪障的根源 其次是称慧 为什么会称慧呢 因为贪不到 就生称慧 如果贪得到 就不起称慧心了 称慧是很大的烦恼 这贪称吃 称为三毒烦恼 迁贪是恶鬼的业因 人死了 为什么会变成恶鬼呢 因为贪心没断 为什么会堕地狱呢 因为称慧没断 为什么会变畜生呢 因为愚痴 什么叫做愚痴呢 就是没有智慧 是法佛法 有真有假 有正有邪 有是有非 有善有恶 他不能辨别 认识不清楚 把假的当作真的 把邪的当作正的 这是愚痴 不论他是有意无意 这三毒烦恼 是明心见性最严重的障碍 佛法的修学 特别是禅宗祖师大德 所提倡的 从根本修 根本是心 而远离贪嗔痴 断灭贪嗔痴 真心自然显露 这就是从根本修 和此身三业 口四业 一三业 总称为十善业 若是我们都能够做到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雌心不杀 修十善业 这才能算是世间的善人 但是这还不符合 佛在经典里所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那个标准 比这个还高 可见的最低的标准 我们已经不容易做到 台湾这些年来 政府提倡选拔好人好事 是不是好人呢 有没有具足这些条件呢 如果没有具足这四条 就很难说了 选出来的未必就是好人 而好人的标准 要守佛法之四条 真的不容易做到 但是这是善的最低标准 不能不认真修学 二圣符 三符第二是二圣符 也就是小圣的佛法 我们知道大圣是以小圣为基础的 在隋唐的时候 小圣传到了中国 经典翻译得很完整 巴黎文经典只比它多出五十步 而且也盛行了一段时间 但是时间很短 唐朝的末期小圣就衰了 那么为什么小圣佛法在中国失传了呢 诸位要知道 从前学佛的人都有儒家道家的基础 中国的儒学与道学 须知道家不是道教 足以代替小圣 儒家道家的思想确实很接近大圣 因此在中国 儒与道就代替了小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